嗨,我是佳佳 这个企划是最近很夯的ChatGPT 问一下台南宠物有哪五个必去的经典 嗨大家,今天我要来拍一个很特别的企划 这个企划是最近很夯的ChatGPT 然后我们想说要带话再出门一下 所以就要用手机来ChatGPT 问一下台南宠物有哪五个必去的经典 OK,来到ChatGPT的平台 这个问题是台南五个宠物景点 Go 我们来等他一下,看他会跑哪五个 他好像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等等啊 有了 第一个 安平古堡 安平古堡是台南的知名古迹 这地方有许多适合宠物散布的绿地 OK,第二个 花园夜市 这应该要晚上才能哦 这可能自己录不到 第三个是台江国家公园 台江国家公园是一个美丽的自然保护区 有森林、沙滩、海洋等多种生物 OK 第四个是台南公园 台南公园居然也会有 台南公园基本上是台南人不太会去的公园 好特别哦 今天就出发看看咯 第五个是坎楼 五个里面有 两个是古迹 好吧 那我们就出发咯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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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我们现在已经抵达安平 停好车准备要去我们的第一站 安平古堡 OK 那我们就出发咯 小鬼 好 麻烦你不要让他下来哦 好 OK 谢谢 到安平古堡了 我们进来安平古堡啦 身后呢 这一帧就是正成公圈山 安平古堡 耶 虽然身为台南人 但是台南人基本上呢 平常是完全不会进来安平古堡的 所以也趁这一次呢 进来 免费进来一次看看 那如果你是台南的市民台南学生呢 来这里是 凭身份证或是凭学生证 就可以进来的 OK 然后如果你是外地的啊 只要100块或是50块也可以进来里面参观参观哦 往下走呢 这里有一些考古的啊 可以在这里看一些以前他们是怎么挖掘这边的地方的一些石器 又难折承 好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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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雾油塞定啊 但是阿姨说什么 阿姨说你不能出来啊 阿姨说你只能在里面乖乖 对不对 是不是只能在里面乖乖 对齁 那我们要去下一个景点了吗 去下一个景点 你就可以出来了好不好 妈妈,好啊,OK 好 OK,安平古堡结束了 超级无敌闹的 来,我们再回顾一下 跟他那个checkGTP说什么 安平古堡是台南的知名古迹 这个地方有许多适合宠物散布的绿地 宠物主人可以牵着毛孩在草地上散步 享受风光和阳光 然后我们刚刚一进去 他就说,不好意思 我们这里宠物不落地哦 好,那我们去下第二个景点 第二个景点是花园夜市 但是我们今天花园夜市没有开 所以我们就,这个花园夜市就跳过 因为花园夜市呢,是一定是可以带宠物的 他们也有宠物的一些衣服啊 一些小店会在那里贩售 那花园夜市的话就本身不建议大家带毛小孩过去 因为人超级无敌多 所以毛小孩其实也不能在上面奔跑啊 他的走路很容易被人踩到 所以真心不建议宠物也去花园夜市 那第三个是台江国家公园 OK,出发 嗨咯 我们现在到台江公园啦 台江国家公园 这个墙壁都是用鲜颗壳做出来的 这边也都是,这里都是,超多 好多的小孩 珍貴 phones 珍貴 یک 鱼 好多的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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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也都是仙壳 我们现在已经台江公园结束了 我们现在要换下一个景点 台江公园是可以带宠物的 但是就在湖外游客中心是不能去的 但是周边的商店是可以让宠物进去的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台江国家公园最主要就是一个拍照的景点 所以大概10分钟左右拍拍照就可以离开咯 那我们就前往下一个地方就是台南公园出发 刚刚发现了一件事 我们先去赤坎楼再去台南公园 这个行程会比较顺一点 所以呢我们就会先去赤坎楼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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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坎楼一样拿着台南市民拿着身份证 就可以免费入场 那我们就出发 我只会去赤坎楼 摩度就算了 讲话 在内容上 我会变好 谢谢你哦 谢谢 那个姿努 古蹟正在修圍中 修復中 現在有那棟刺坎樓可以進去觀賞 刺坎樓的底下呢 就是一些石碑啊 我們到刺坎樓了 耶 大花宅 花宅 還是只能在鐵籠裡 花宅 花宅 你也來刺坎樓了 啊可是你不能進去耶 你也不能下車呢 這裡呢也是沒有辦法帶寵物的 應該是 古蹟都沒有辦法帶寵物 所以我們就前往下一站囉 GoGo 出發 我們要去下一站了好不好 去公園玩彎了 OK 刺坎樓 結束啦 最後買了一杯 異紅冬瓜茶 最喜歡加他們的粉條 他們的粉條真的一級棒 最後一站呢是台南公園 出發 抵達台 南 公園 我們抵達台南公園了 台南公園我們來了 最後一站 OK 那基本上 公園就是可以帶寵物 遛狗的地方 所以這裡一定是可以帶寵物 所以就沒有特別準備 拖車 好 那就出發了 OK 偷告 偷告 早了 松鼠耶 有沒有看到松鼠 無 這次來台南公園才發現 原來 台南公園 好像蠻不錯的耶 就是 很乾淨 很乾淨之外呢 整個環境也很棒 然後它中間有一個池塘 然後旁邊就是很多的樹、很多的座位 讓大家可以在這裡休息 然後還有一區是可以健身的那種遊樂器材 然後等一下呢 現在已經是下午的時間了 等一下應該會蠻多阿姨伯伯來這裡上課的 所以我們要趕快回去 OK OK 今天呢這個Chap GPT的這個計畫呢 就在這裡告一段落了 那我自己是覺得身為一個台南人 他推薦的那些景點啊 就是太一般了 就是基本上台南人是根本不會去那些地方的 但去了一下還是覺得還不錯啦 還可以接受 今天的影片呢就到這裡囉 如果你喜歡嘉嘉的影片 別忘了按個喜歡 那我們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掰掰